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改島的時間啦 上次我們把博物館成功變成叢林廢墟了 這次我們要改的部分是從機場出來後往左邊走的這裡 這裡原始地形就有一小塊湖 今天就是要來佈置一下湖的四周風景 其實之前在佈置遠人家的時候 我就有想過要做一個東西 那就是在沙地上挖湖做一塊綠洲 但可惜當時遠人我給他留的地不夠大 最後沒能夠把它做出來 這次算是來補償一下 今天預計要改造的範圍有這麼大 以湖為中心來改造 說到綠洲就一定要先來鋪一片沙地 有好大一塊地喔 我們就慢慢的鋪吧 我們就慢慢的鋪在這裡 又要改造的那些鋪 然後用來鋪拌櫻去 再用來鋪再一次鋪 再用來鋪再一次鋪 然後補償一下鋪 再用鋪拌櫻 再用鋪拌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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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绿洲有个重点就是湖畔旁边 我们尽量给它绿意盎然一点 植物多一点 但我还没决定绿色的范围要用多大 所以我先暂时的全部铺上沙地 决定好整体范围后 我们再来修整一下湖畔 让它变成草地 又到了种树的时间啦 这次我打算以扩叶树加上椰子树 还有当季的灌木来布置这一整块 先选定好要设置两棵完全体的扩叶树位置 再来分散种植椰子树 先大略的抓位置来种植 扩叶树树苗也再种个几棵 不用怕种的位置歪掉或者是不好看 等看看它们成长后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是否需要调整 在比较前排的地方我们来种植灌木吧 它们比较矮 在这个位置才不会被挡住 这里也可以种个蒸叶树苗 因为靠近水边它不会成长 就会一直是这样小小的一棵 再来我们就一天天看我们刚刚种的树长高 观察一下有没有需要留的小树 像左边的这棵小扩叶树 在大扩叶树旁边我就觉得很好看 我们就可以在它后面种个水果树苗 来抑制它再长大 再过一天灌木长大啦 右边的这个扩叶树M长这个大小看起来也非常的可口 我们就让它维持这样吧 又过了一天啦 我决定再留一棵椰子树L 让后排椰子树比较有层次一点 后排的这棵扩叶树被挡住了 视觉上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把它移到右边来 再过一天树都长到最大啦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哪边需要调整加长的 左边的这棵椰子树 我觉得再往外一点 视觉上会比较好看 大家都知道种树蛮麻烦的 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才可以种 但也因此会有蛮多剩余的空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灌木跟花 来填补这些空间 觉得比较空的外围 我们再多种一些椰子树 三天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啦 左边的椰子树L大小适中 我们就再把它固定住吧 花长出来后也可以移到沙地上 不知道现在整体上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吧 再来我要在这边放一些海贼旅游送的家具 让这个岛上更有故事性一点 海贼家具也非常适合放在沙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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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宝箱与木桶放在这边 是不是很有气氛啊 我们还可以自己买一些钱在里面 我们还可以自己买一些钱在里面 或者把鑑定過的化石直接丟在地上 看起來就又更有故事性了 再丟一個鉛袋放在旁邊 希望上島來玩的人不會偷走 在另外一邊沙地上放一個南方古猿的化石 嗯…猴子島嘛 島上有這種化石是很正常的 再來我要把腳印放在沙地上 這個預設的設計其實很好用耶 先人掌組合也蠻適合放在這樣的地方 三色錦的花苗種在沙地上 看起來很像長在沙地上的雜草吧 不同於一般的雜草 花苗種在沙地上不會成長 完全不用擔心雜草會因為長大而變得不一樣 而且不同種類的花苗也都長得不一樣 像這個百合花的花苗就很適合放在水邊 我種了幾個放在湖的周圍 而玫瑰花的花苗看起來就很適合生長在草地 我就把它種在沙地與草地的交界處 改島到這邊呢就告一段落啦 完畢 今天的改島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小小綠洲 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那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也歡迎在留言處與我分享 感謝大家收看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